她声称姐姐自暴自弃 苦苦等候十年 她肯定是希望她回来 就对她感情很深 她本应魅力中年 为何却似老妇人一般 一份离去的爱情 她为何苦苦折磨自己 十年的守候 又能否迎来想要的结果 姐姐的守候 幸福配方今晚播出 感情要经营 幸福有配方 每周日晚上7点30分 欢迎收看由我爱你要生要生的 南昌华尔山生殖医院冠名播出的 都市频道大型心理援助的节目 幸福配方 心理咨询师将深入第一现场 破解人生难题 传递幸福配方 华尔山医院 十五年全链条助孕 与您幸福同行 今天节目的求助人是一名四十岁的男子 王涛南昌人 他说姐夫已经离开姐姐十年 但姐姐却一直在等待姐夫的归来 并且姐姐现在连一日三餐都不按时吃 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 对此他心疼不已 王涛希望心理咨询师能打开姐姐心结 并且还希望能找到男方解决此事 你自己觉得你姐姐一直是在等你姐夫回来 他肯定是希望他回来 就对他感情很深 然后一直在等他 对 他住的地方一直都没变动 四十岁的王涛言语中 充满了对姐姐的心疼和无奈 他说以前 姐姐和姐夫的感情非常好 但自从姐夫离开后 姐姐便开始自暴自弃 似乎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希望和动力 他现在付出的东西太多了 最让你心痛的是什么 身体脱寡了 没有身体了 每天就是萝卜冠言诈 王涛说 姐姐过年的时候 甚至五天五夜不起床 茶饭不思 自己看到后十分心疼 多番劝说 但姐姐根本不听 她和母亲都实在没有办法了 眼前这位是王涛的母亲 她跟着儿子生活 为了让女儿的生活能步入正轨 她安排女儿在一家内衣厂工作 但女儿经常坐着坐着就不做了 她十分担心女儿的精神状况 王涛和母亲都认为 王涛现在过得如此凄惨 都是因为她的丈夫 他们认为两人并未离婚 男方这样失踪这么多年 实在太不负责任 肯定很担心 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呢 她现在有这种想法吗 有 自杀的想法吗 有 王涛说 姐姐现在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 这一切都让她和母亲感到提心吊胆 觉得必须要赶紧解决 姐姐姐姐夫的问题了 曾经她也找过当地的镇政府求助 但答复都是男方没有回来 那么她的姐夫到底去了哪里呢 就是男方没回来 就是说她的男方在浙江 在浙江那边 她不回来 对 她不回来 她没回来 她就说没回来 这里面只是说对方没回来 还没有完全调解过一次 对 王涛心痛地表示 当年姐夫家为了要个儿子 不惜让怀胎八月的姐姐去迎产 树中突发意外 出血不止 命悬一线 本以为姐姐历经劫难之后 姐夫会更加疼爱姐姐 然而不久后 姐夫就另结心欢 已经发现男方找了 找了一个大学生了 据王涛所言 姐夫婚内出轨 背着姐姐和一个女大学生恋爱 导致夫妻关系破裂 但两人并未离婚 姐夫就带着第三者去了浙江 而姐姐却十年来 都没能从失败的婚姻打击中走出来 被现实折磨得面目全非 我问你 发生中文字有劳中吗 眼前这个面容憔悴的女人 就是王涛的姐姐王静 才四十五岁的她 看起来比同龄人 显得更加疲惫和衰老 对于丈夫十年前的背叛 王静依然怨气十足 还蛮意外的 因为她的姐姐是四十多岁 但是整个人的状态 看起来很像五六十岁的人 个子很小然后很瘦 跟她简单的交流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情感是很淡漠的 心理咨询师认为 常年的独居 让王静有些许异常 王静坦言 当年丈夫出轨 两人冲突频发 丈夫也不回家 她别无选择 最后只能被迫 从三人关系中退出 当年你们俩吵架闹分手 是不是跟他们家 想要一个儿子有关系啊 有 老蛋关系 我姐本身生一个女儿 然后第二个 第二胎是八个月大 直接隐产隐掉的 考生隐产隐的大足血 然后就造成她无法生育了 身体也脱垮了 感觉对方 男方就不要她了 难道两人并未离婚 王静的姐夫就抛弃妻子 另外组建了家庭吗 如果是这样 那王静的姐夫 有可能涉嫌重婚 而王静说 更让她气愤的 还是另一件事 她有一个女儿 是给我姐这边的 然后现在女儿 现在二十二岁来了 等那个小孩成长了 就直接把女儿都带走了 王静说 姐姐和姐夫 两人生的女儿 从小在姐姐身边长大 但十九岁那年 外甥女却突然失踪了 他们听说 外甥女去了姐夫那里 姐夫不让外甥女 和姐姐来往 至今三年了 外甥女没有一点音讯 这也让姐姐非常痛苦 现在就直接跟 跟我姐已经 连小孩都断绝了关系了 小孩都不跟 不跟母亲来往 不跟母亲来往 对对 现在就断在那里面 我们就是女儿 在不在那里 她因为是让我女儿 如今 王静打听到 姐夫从浙江回来 现在还在家没走 得知这一消息 王静一刻也不想耽误 不等我们问完 她就要立刻出发 那么 王静能顺利见到 丈夫和女儿吗 在这段 长达十几年的 感情纠葛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江西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久坐久站 容易引发 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输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戏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输筋建腰丸 对着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匠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看都市二直播 玩都市放心拍 都市放心拍 创新购物新体验 从生活好物到车辆房产 精选拍品 干拍通就能一见竞拍 法拍资产 法律专家直播答疑 新节目 新平台 都市二直播 边看边拍 都市放心拍 拍卖 可以很简单 这是她的 这个是她的车 对 这是她家 这家杭州 这家杭州 里面有人 看到吧 这是他们家的那个 这是她妈妈 这是她爸爸 做什么吗 他们家的 在外面 我家里的分 你分成 有结婚证 应该知道吧 结婚证 就拿结婚证来吗 拿结婚证来吗 你很容易吗 你父亲不是要下来 下来小媳妇吧 你来吧 王涛带我们来到了姐夫家 一见面 王涛就和姐夫的母亲 争执了起来 而南方的母亲却声称 两人没有结婚证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她是结婚证 打了结婚证 先上了女儿再来 煮酒的 结婚证都打好了 因为当时 他们夫妻吵架 然后把结婚证 给收掉了 然后 证里面又调不到 包括民政局也查不到 他们俩之间 有没有做一个什么处理呢 他只是有一张那个 解除同居关系的 那个合同 这个合同是在 什么时候签的 在 在11年吧 因为两个人可能 估计在那边扭了 都在鸡头上了 王涛拿出了一份 2011年 姐姐和姐夫签订的 解除两人同居关系的协议 上面约定了 孩子的归属 以及抚养费用 但王涛说 姐姐和姐夫两人 办理了结婚证 是合法夫妻 这份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 并不是离婚协议 所以 姐夫没有理由重组家庭 十年来 致姐姐于不顾 那么 姐夫现在人在家里吗 他又会给出什么说法呢 王敬在旁边的小卧室里 发现了三年未见的女儿 欣欣 但女儿似乎并不想理王敬 母女之间三年未见 为何女儿对妈妈 竟然如此疏离呢 王敬试图跟女儿说话 但女儿却态度冷淡 房间里还有一个孩子和女人 他们看到王敬的纠缠 三个人都上楼去了 王敬想跟上去 却被婆婆阻拦在了楼梯口 王敬告诉我们 那个女人就是当年的第三者 你怎么就叫我港庄好不好 要不就叫白手带了 好不好 上楼梯 打白手带 好不好 你叫来叫两公公公打 打白手带 叫她你叫 让她上去 谢谢 我个手带就有钱 你手带 还有分音存在 我都去找我 我都去找我 你又不去找我 你又不去找我 该一分音存在 要不就白手带好不好 是 叫白手带 你叫来 你叫来 她爸爸从里面 她爸爸在里面 是啊 不管她爸爸在不在 这个事情今天都要解决 对 王敬声称 孩子的父亲也在里面 那你们如果说不出来的话 可能这个事情还解决不了 那一直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在心理咨询师的劝导下 最终孩子的父亲刘强 答应接受采访 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时隔十年之后 他们这场纠葛又能否结束 结婚的时候多大 半久的时候是二十岁吧 刘强回忆 当年他还不满二十岁 久经没人介绍 认识了王敬 之后王敬很快就怀孕了 他们奉子成婚 前几年生活还算平静 但结婚六七年之后 妻子经常怀疑 他和家里抱养的妹妹 关系不寻常 我本来是两姐妹 两姐妹是 我姐去世之后 就捡了一个妹妹 捡了一个妹妹 她就整天怀疑 我跟我妹妹有关系 而且她是什么情况 是她自己做梦 梦见了个我跟我妹妹 两个人之间的老是在一起 就经常找这个事情 跟我吵架 你们就是有什么 就是让她觉得 有误会的事情吗 我刚刚跟你说过来 她就做梦呀 她就是做梦 对呀 就做梦呀 她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 没有任何一点的 什么蛛丝麻痹之类的 王氏浮上心头 刘强的情绪逐渐激动 他气愤地表示 因为这个事情 王敬经常和他发生争执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夫妻也不至于 走到这一步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导致双方剧烈呢 她能在外面身边有女的 你发现了吗 有证据吗 有证据啊 装活了 装活了 打了架了 打了打了 打了架 打了架 进了派子手 调查已经不是营产了 是谁 是谁提出来要去营产的 听说那个时候 营产已经是八个月了 谁提出来的谁记得呀 我也不记得了 这个是很危险 我们不是一直在跟他抢救吗 那个时候你们感情怎么样 不是特别好 不是因为你们家想要他 要生一个男孩吗 我是因为生小孩的话 如果是我 如果我生小孩的话 早就找到外面 找了一个生小孩了 刘强坦言 两人婚前没有过多了解 婚后他发现 两人冲突频发 再加上后来 妻子疑心过重 夫妻感情逐渐淡漠 但他并没有 重男轻女的观念 并且 刘强否认 两人办了结婚证 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夫妻 你们当时结婚的时候 办了结婚证吗 没有 没有办结婚证 为什么没办结婚证呢 你已经没到啊 那么 谁说的是实话呢 解除团居关系的协议 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觉得你们这个婚姻关系 还是程序的 那我跟你说啊 打了结婚证 上面可以查得到的 再一个 如果打了结婚证 我不可能拿到第二份结婚证 对不对 就是这个耍无奈的这种形式 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呀 我跟他谈不到一起 所以就一直 我就只能是躲着呀 我惹不起 我躲得起嘛 刘强说 因为没有结婚证 所以两人签了一个 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 然而 女方这边不承认 你们纠结点呢 其实就是在 有没有结婚证上 对 对吧 那有和没有 你们觉得这个意义大吗 这关系很大 你说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人已经这里完了 如果有的话 那我就可以找法律程序 找法律程序干嘛呢 找法律程序 对方就重婚犯罪 王涛认为 当初两人办理了结婚证 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两人的婚姻就存在 姐夫现在在浙江 还有妻儿这种行为 就涉嫌重婚犯罪 刘强坦言 当年两人分开时 民政系统 没有两人结婚证明 所以解除同居协议 就是两人婚姻关系的结束 并且他当时净身出户 为这段失败的婚姻 也付出了代价 女儿的抚养费 他也一直付到18岁 而对于女方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找他的这件事 刘强表示不能理解 刘强告诉居老师 为了躲避女方 这些年 他不得不远离家乡 在外地白手起家 吃尽了苦头 如今也算是事业有成 后悔 后悔找了他 后悔没自己了解 后悔自己找了太早 对于女方所说 他是为了生儿子出轨一事 刘强也予以了否认 但刘强表示 他父母想要个孙子 也是人之长情 但他对于有无儿子 并没有要求 我也问了律师 假如是结婚证打出来了 有结婚证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单子就没用的 王涛说 姐姐姐夫当年 确实是打了结婚证 他咨询了律师 如果结婚证能查出来 这个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 就没有效力 零四年之前 没有 手写的 可能是正在遗落了 王涛告诉心理咨询师居平 因为姐姐姐夫领结婚证时 还是手写登记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结婚登记已经无从查起 但男方否认 办理了结婚证的做法 让他们家都极为不满 那么 当初两人到底有没有 办理结婚证呢 这里是江西二套 你的都市频道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 温馨提示 头晕 头痛 胸闷 心慌 要警惕 粘稠的血液 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梦齐清洗八味片 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啊 好错你要稳 哦 我稳稳 好错你来尝 好 我尝尝 唇娘量造无添加 唇香酸爽好唇样 肠康纯酿白醋 就是惊喜的味道 为成长 添一份保障 为未来 加一份守护 为生命 多一份光爱 系好安全带 一路保平安 湿痛含须 喝红毛药酒 爱年红毛 仅至如今 江西省医学科学院 附属博大耳鼻咽喉医院 三级眼耳鼻喉专科医院 电话 零七九一八六六五个三 他已经能够 将他当我全店 全部上电视 看他 不能够 刘强面对王静的质问 选择了沉默 那么现在王静有什么诉求呢 王静的诉求 刘强却不同意 他认为两人早就没了关系 那么如果当初两人办理了结婚证 这份解除同居关系的协议 还有法律效力吗 刘强又是否涉及到重婚呢 现场我们联系了律师 因为没有档案记录 民政部没有档案记录 然后结婚证的原件你们也因为就是失毁了 对 那所以呢 但是呢 女方的这个户口本上体现了说 她是已婚状态 男的是一直显示未婚状态 那是没有更新的原因 那现在就是你们签了这个 解除同居关系以后 男的已经是再婚了 而且是领了这个结婚证的 对吧 生了小孩的 对 那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那其实这个女方 其实她已经是单身了 南昌德衡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熊伯荣告诉汪静 因为结婚证已经遗失 双方又签订了解除同居关系协议 之后男方即使再婚了 也够不成重婚 对于这个结果 王静显得有些失落 短暂的沉默之后 他还是提出了女儿的问题 他希望女儿能跟自己回家 那么他女儿愿意跟妈妈走吗 女儿刘丽是王静从小一手带大 为何三年前女儿会离家出走 母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我一直在南昌和自己一个人 我爸他们确实让我去很多 我没去 你一直在南昌啊 也没有来找你爷奶奶 没有 那你在南昌自己在干嘛呀 打工啊 嗯 刘丽告诉居老师 当年因为受不了母亲的控制 因此选择离家出走 他讨厌听妈妈说话 也不想跟妈妈接触 他就比较喜欢多想吧 然后他控制欲特别强 刘丽说 那时因为父母闹矛盾 王静也经常拿自己出气 这让他十分难过 出来独立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而刘强也告诉我们 王静为了要挟他 孩子读完小学 就不让女儿读书了 他说 把他给卖了 卖了呢 他说他要换钱 他就不让他好过 要报复 把女儿来报复 刘强言语中控诉着王静 他说 是王静让女儿 成了他们婚姻失败的牺牲品 不是没减的 一个我没有付 一个我不让他读 他爸爸 他爸爸不肯跟我办离分 我一直问他 又拿个离分证 他现在学校就不肯办 那个离分证 所以就拿这个来要挟他 当事人 他以不让孩子去读书为由 来要挟他的前夫 希望达到挽救婚姻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婚姻没有挽回回来 反而伤害了 他和孩子的关系 得不偿失 而且牺牲了孩子 王静自己也承认 他拿不让女儿读书一事 来要挟刘强回心转意 身为母亲 王静的做法实在欠妥 现在女儿也不愿意 跟妈妈王静回家 那么王静还有什么诉求呢 就是在一个林东 林东教的 就说得了病 谁是什么时候买 都是说不知哪一天的 而且不是计划 在现场 王静突然告诉我们 他不仅有假装腺癌 还有乳腺癌 乳腺癌几年前做了手术 但现在似乎又复发了 可能已经命不久矣 他希望在他死后 女儿能为他好好处理后事 问题就变成这样了 他有赛养你的义务 有给你处理后事的义务 反正我也不说妹子良心说话 你现在这个样子呢 说实话我也同心你 确实同心你 但是女儿她去还是不去 跟我没点关系都没有 你妈妈可能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但是说实话 她的能力也有限 她已经是就是像你讲的一样 把她能给你的东西 她都给你 照顾她 让她放心 其实这是一个 做女儿最基本的东西 最后在心理咨询师的劝解下 刘莉愿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妈妈 并保证会接听妈妈的电话 刘强对前妻的现状 给予了同情 并拿出了两千块钱 让女儿给忘记 最后心理咨询师居平 也为这对母女俩给出了幸福配方 不要走她们的老路 把握好自己未来的人生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跟你妈妈的这个血缘关系 你是抹不掉的 平时的时候给妈妈都打打电话 可能这比你给钱给她 她会更高兴 她更能得到安慰 然后妈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一定要接 因为不知道这个电话 你没接会错过什么 你妈妈的身体状况 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没接受两三年 不在我身边 是啊 但是你看我们在养育她的时候 其实你也有一些地方 没有做好的 比如她没有学习 没有上学 对 没有上学 对吧 你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失 对 我很困 我这个很亏欠她 对啊 你很亏欠她 那你要弥补这个亏欠 你怎么办呢 你弥补这个 可以啊 你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啊 你现在对自己 都有一点自暴自弃了 比如你生活得好一点 身体更好一些 你才有可能对你的女儿 更好一点 可以给你的女儿 多一些弥补 王静也意识到 自己当年的错误 以及给女儿造成的伤害 她表示 自己会振作起来 养好身体 给女儿减轻负担 赵神他们这个婚姻的 悲剧的根源呢 其实是在于 他们在没有经过 双方互相深入了解的情况下 就仓促地结了婚 所以啊 建议大家 在步入婚姻之前 一定要慎重考虑 相互了解之后 再步入婚姻 最后 虽然王涛对这个结果 并不太满意 但王静却坦然 接受了这个结果 因为他也懂得了 现在只有女儿 才是他最牵挂的人 也是他唯一的依靠 希望王静从此之后 能重新振作起来 好好治病 好好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